哈喽大家好我是布琳达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想来跟你们坐着聊聊天 想跟你们来分享一下我在新加坡生活五年 包括留学啊工作啊生活啊这些方面的经历 我刚刚去给我自己泡了一杯咖啡 那你们也可以先暂停一下 去拿一点吃的喝的零食之类的 然后一边吃一边来看今天的视频 我在我的小本子上准备了一些 拿远一点自己非常潦草的笔记 那我其实小学初中和高中 都是在中国国内读的 然后为什么来新加坡读大学呢 是因为在高二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是机缘巧合的机会吧 就是新加坡政府跟中国政府 合办的一个全额奖学金项目 然后当时到我们学校来招生 那我其实是很小的时候 就特别想出国留学 或者说出国生活 大概是在初中的时候吧 就特别想出国留学 可能是因为当时我特别喜欢英语 然后我的英语成绩也很好 然后在初中那个时候 也正好开始看一些国外的美剧 一些电视剧 就对国外的生活 特别是美国的生活 学习环境 特别的感兴趣 然后就很想去留学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其实出国留学还真的挺贵的 但看学费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 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 其实是很大很大的负担 所以当时即使我很想出国读书 但是还是没有去 然后当时高二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子的全额奖学金的机会 奖学金就包括了所有的学费 然后还会另外补贴生活费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然后就马上报名了 关于这个奖学金的其他的一些内容和信息 我之前也有拍过一个介绍的视频 在里面讲的很详细 不过那个视频是我挺久以前拍的了 所以现在回去看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奇怪 在那个视频里面就讲的比较详细 介绍了这个奖学金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构成 那当时就是报名了这个奖学金之后 我就参加了一系列的考试啊 面试啊 然后选拔啊什么的最后被录取了 然后我当时跟我妈妈讨论的时候 妈妈也非常支持我 因为她知道我一直以来就很想出国留学 所以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难得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当时就接受了这个奖学金 就来到了新加坡 其实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 对新加坡可以说是一点也不了解 我不知道新加坡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不知道它有多大 不知道它有多热 在印象中就只记得是一个繁荣发达的一个地方 然后基本上什么也不知道就来到了新加坡 来到新加坡之后就是紧接着一年的预科 那预科呢是我们这个奖学金项目独有的一个一年的课程 就是学一些很基础的一些理科知识啊 然后包括英语啊 然后把很多我们高中学过的东西 再翻译成英文再教一遍给我们 所以就相当于是一个语言 包括精神状态上的一个过渡期 然后更重要的其实是在这一年的预科里面 我们开始慢慢的接触 然后了解新加坡和新加坡的文化 然后慢慢的也开始融入到新加坡的社会里面 那预科一年结束之后就正式进入了大学本科的学习 那我的本科四年是在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 那因为我们这个奖学金项目的原因 我们当时选专业其实有非常大的限制 我们只能选理科工科这类的专业 所以我当时大学本科学的第一个专业是材料工程 然后材料工程读了半年之后 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喜欢这个专业 然后我想象一下未来的四年大学都要一直学这个东西 甚至以后我工作一辈子都要跟这个东西打交道 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喜欢 而且我其实一直都不怎么擅长理科 所以我当时在大学本科读完了一个学期 也就是半年之后就转专业了 然后当时转的专业是maritime studies 就是海运这个专业 当时就是觉得这个专业其实是我们能选的专业里面 比较偏文科 或者说比较没有那么强的理工性质的一个专业了 然后当时就觉得新加坡是一个海运港口特别发达的一个国家 所以觉得就业方面会比较顺利 所以当时就转到了这个海运的专业 然后就读完了我的四年本科 然后本科毕业之后 也顺利的在新加坡找到了一份 跟我的专业非常相关的一个工作 是在一个荷兰的船公司 那当时其实这个工作我还挺满意的 然后我的老板和同事其实都非常好 那在这里稍微的小小的提一下在新加坡找工作 因为有很多人都对在新加坡工作 找工作比较感兴趣 那其实我当时找工作是一个比较顺利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当时工作的公司 就是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实习的公司 那我们专业是在大三的时候 所有人都需要在一个公司实习一段时间 相当于是提前进入社会 进入一个这样子的工作的环境 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然后为自己将来真正的工作 做一个准备 提前预热一下这种感觉 然后当时我就在这个公司实习 然后公司的老板也对我印象不错 所以在我毕业之后就直接给了我一个return offer 就是回到这个公司来做全职工作 所以这个是我的找工作的一个经历 我们是八月份毕业嘛 然后大概在当年的二月份或者一月份的时候 我的老板就跟我说 希望我毕业之后去他们公司工作 然后当时我就答应了 所以之后我就基本上没有担心过找工作的事情 那其实在新加坡回到之前的实习公司去工作 是一个还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我有好几个认识的同学 也都是跟我同样的方法 进入了之前实习的公司工作 所以如果在大学的时候需要实习的话 可以把实习当做一个提前的一个预言 然后好好表现 因为很有可能这公司就是以后你可能会工作的公司了 那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 在新加坡本地大学读本科的大学毕业生 要在新加坡找一份工作 我觉得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如果是想找一份工作是肯定没有问题能找到的 但是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公司待遇啊 薪水啊 然后是不是你想做的工作 是不是你的dream job 可能就要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标准了 那这种呢只是本地大学的本科毕业生的一个就业情况 有很多人其实对研究生毕业的就业情况也非常感兴趣 我其实是有听说作为外国人 然后是研究生毕业的话 在新加坡找工作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那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 但是我其实是有认识很多研究生毕业 然后他们的大学本科其实不是在新加坡念的 他们现在也在新加坡生活工作还挺顺利的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去找 愿意去尝试 然后自身的条件也够达标的话 在新加坡找一份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好回到我们的正题 那我本科毕业之后在这个公司工作大概三个多月的时间 然后在上个月的时候正式的跟公司提出了辞职 那如果有看过我之前的视频可能就会知道 我辞职的原因就是因为找到了我很想做的事情 然后想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它 我一路从出国留学到工作到现在 都是还挺顺利的一段人生 然后到现在我就想给自己一些时间 去尝试一下一些以前没有想过没有做过的事情 然后那在我读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 就是遇到了天哥 非常巧非常好的遇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人 然后我们互相都满意 然后也愿意互相陪伴一起过以后的生活 然后我们马上也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小家 所以让我对之后的生活也是充满了憧憬 然后就觉得很期待吧 那关于我跟天哥的其他的一些故事 比如说我们怎么认识的呀 怎么在一起的呀 这些问题这些八卦 我打算之后再单独拍一个视频 然后邀请天哥来跟我一起 再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两个的故事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问我们俩的问题 关于我们怎么认识的呀 怎么在一起的呀 生活的模式啊 相处的方式啊什么的 都可以在这个视频的下面评论留言告诉我 或者是在我的instagram和微博上 都可以跟我留言 那之后我会挑出一些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然后在那个视频里面再跟你们一一的分享 好再回到今天的视频 感觉今天好像有点聊天聊得太嗨了 总是跑题 外面那个滴滴滴的声音是不是很吵 我们家旁边有一栋楼就在修新房子 然后每天都还挺吵的 所以我要经常找到他们施工中间休息的间隙来录视频 不然就会非常吵 刚刚楼下的施工队一直在敲敲打打叮叮当当的 所以我就暂停了一会儿 然后现在终于声音小一点了 不过你们应该还是能听到一点 又开始了 终于又停了 那其实刚刚大概的已经讲完了我在新加坡五年的经历 那现在我是跟天哥生活在一起 我们暂时是没有打算离开新加坡 准备在这里成立我们的小家 那我其实也非常期待之后的生活 我也会继续一直拍视频 然后跟你们一起分享我生活的点点滴滴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 不要忘记在下面的评论栏里面留言 告诉我你想知道的关于我跟天哥 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关于情侣两个人相处啊 的情感方面的问题 好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点下面的subscribe来订阅我 这样以后我每次更新视频都可以看到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居然还在想